欢迎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FBI表示 朝鲜的IT工人将美国的工资汇回国内 用于资助武器计划 以色列加杀最新消息 以色列命令2万名平民从黎巴嫩边境撤离 联合国呼吁对破坏性行业的工人实行工资上限 乌克兰在蒂涅伯河上取得突破最新消息更新 现场市场亨特获得198亿英镑的借贷增长最新更新 请大家收看 FBI表示 朝鲜的IT工人将美国的工资汇回国内 用于资助武器计划 英国独立报 根据FBI和司法部官员的说法 数千名与美国公司签约的IT工人秘密的 将数百万美元的工资汇给朝鲜 用于其弹道导弹计划 这些工人是由朝鲜派遣并与圣路易斯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公司签约 他们使用虚假身份获取工作 他们赚取的钱被用于朝鲜的武器计划 调查仍在进行中 联邦当局已经查封了150万美元和17个域名作为调查的一部分 以色列加杀最新消息 以色列命令2万名平民从黎巴嫩边境撤离 英国每日电讯 以色列军队下令撤离北部城市基里亚特莫纳 此前与真主党在黎巴嫩边境发生了数天的冲突 在冲突爆发前 该城市约有2万人居住 但在最近几天 真主党和盟友巴勒斯坦派别的火箭袭击加剧后 该城市将被撤空 以色列担心 如果以色列军队进入加沙地带剿灭哈马斯 真主党可能会对该国开辟第二战线 以色列当局一直在稳步撤离北部边境的社区 同时预备异军人 坦克和装甲车队也涌入该地区 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担心 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将使黎巴嫩成为第二战线 而约旦和西岸则可能成为以色列媒体所称的第三战线 前中东部长阿里斯泰尔·伯特表示 他对该地区的危机非常担忧 并敦促阿拉伯国家认识到哈马斯也是他的敌人 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 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中 已有超过1000名中国公民离开以色列 联合国呼吁对破坏性行业的工人实行工资上限 德国之声 联合国呼吁提高医疗和卫生工作人员等关键岗位的工资 同时在金融和化石燃料开采等破坏性行业限制工资 以减少工薪贫困 该报告发现 全球五分之一的工人生活在贫困中 许多人的工资只能达到本国的最低工资标准 联合国敦促各国政府制定社会价值职业清单 并相应支付工资 同时限制某些行业的工资 以减轻其负面影响 乌克兰在蒂涅伯河上取得突破最新消息更新 英国独立报 据报道 乌克兰军队已经在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上取得了进展 越过了蒂涅伯河进入对岸 根据俄罗斯消息来源 乌克兰军队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线 暂时占领了波伊玛村和皮什恰尼夫卡北部郊区的阵地 然而 俄罗斯军队后来将他们推回了蒂涅伯河 据称 乌克兰军队还在皮什恰尼夫卡继续行动 与此同时 乌克兰国防部队使用了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 袭击了两个俄罗斯军事机场 成功摧毁了9架直升机和一个弹药库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纳托利·安东诺夫批评美国提供武器的决定 称其为鲁莽和严重错误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支持美国总统乔·拜登将哈马斯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进行比较 称两者都是恐怖分子 他们想通过种族灭绝来摧毁民主和国家 现场市场 亨特获得198亿英镑的借贷增长最新更新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政府在财政年度的前六个月 借款比预期少了198亿英镑 为下次选举前减税的希望提供了支持 根据国家统计局ONS的数据 该时期的公共部门净借款为817亿英镑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3亿英镑 然而 这比三月份预测的1015亿英镑少了198亿英镑 截至九月底 公共部门净债务约为2.6万亿英镑 约占英国GDP的97.8% 新大粹分子因在图书馆洗手间 涂鸦反犹太主义标语而被起诉 悉尼先驱晨暴 前青年自由党成员斯特凡 埃拉克里斯被指控犯有刑事损坏罪 据称他用反犹太主义涂鸦 破坏了墨尔本的一家公共图书馆 尼尔帕克图书馆的洗手间 多次遭到反犹太主义辱骂的破坏 埃拉克里斯是集右翼新纳粹 组织国家社会主义网络的成员 此前他还因使用通信服务进行冒犯而被起诉 并将于11月在法庭上受审 埃拉克里斯还涉嫌参与了针对议员莉迪亚 索普的冒犯视频和对他的持续骚扰活动 随着中台风险的增加 卖台积电 买ASML开始受到关注 日本时报 中国对台湾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加 导致一些股权投资者出售了他们在台积电 TSMC的持股 马丁 克里 马亭克里 和谢尔顿资本管理公司 Shelton Capital Management 都已经剥离了他们在台积电的持股 而普拉托投资管理公司 Plato Investment Management 对该业务表示了紧张 然而 这些投资者在ASML找到了一个替代品 ASML是台积电的重要供应商 再来一次 市场面临另一个曲线球 路透社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和美国债券收益率飙升 使金融市场面临更多动荡 加剧了高油价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境 在一连串的利率上调之后 欧洲央行看起来将保持稳定 同时还有一系列美国企业的盈利数据和阿根廷总统选举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国际新闻的快讯 首先 我们听到了FBI表示 朝鲜的IT工人将美国的工资汇回国内 用于资助武器计划 这真是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行为 朝鲜居然找了这么一群IT工人来帮助他们的武器计划 不过 我们也要看到这背后的危险 毕竟朝鲜的武器计划对国际和平和稳定造成了威胁 接下来是关于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最新消息 以色列下令撤离北部城市基里亚特莫纳 原因是与真主党的冲突加剧 我只能说 这真是一段不断升级的战争剧情 不过 我们也要关注到 如果战争继续扩大 可能会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更大的动荡 联合国呼吁对破坏性行业的工人实行工资上限 这是一个有趣的提议 意图是减少工薪贫困 但是我不禁想到 如果真的实施那些高薪的金融和化石燃料行业的工人会如何应对呢 也许他们会去学医或者做卫生工作 毕竟工资高呢 乌克兰在地涅薄荷上取得突破 但很快被俄罗斯军队推毁了地涅薄荷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但也反映了乌克兰人民的勇气和决心 此外 乌克兰使用了美国提供的武器 这也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 不过 这也引发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不满 不过这又能怎么样呢 总之 希望乌克兰能够早日实现和平 在英国 市场面临另一个曲线球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和美国债券收益率飙升 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更多的动荡 这告诉我们 投资市场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 我们需要谨慎对待 最后 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新纳粹分子的消息 他们不仅涂鸦反犹太主义标语 还破坏了公共图书馆 这种种族歧视的行为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我们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和仇恨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通过我的解读 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视角和思考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